上集说道 皇宫深处住着一位神秘的王妃 大家都称她为巫妃 据说她能运用不可思议的幻书 当代的皇帝高俊 因为某个委托而拜访了巫妃 没想到巫妃是个不安世故的绝美少女 她带来一枚抚拥女鬼的翡翠尔氏 想找到施主 眼看无法说话 巫妃只好将她送走 接下委托的巫妃 乔装成宫女 前往了飞燕宫打探消息 途中遇上受到刁难的九九 巫妃上前帮忙解围 后来帮忙九九一起工作 并且打听到一名上吊自杀的嫔妃 这位嫔妃名叫班英女 她住在三只妃的宫中 有一天三只妃因吃到毒根而身亡 当时的她已经有了身孕 宫中降加调查后 在班英女的房间内搜出狼毒 当天晚上班英女便上吊自尽 九九又想起一个八卦 皇上的爷爷炎帝造访嫔妃宫中时 会点亮蜡烛一整晚 听说是害怕前朝皇族的幽鬼 燕帝将他们鸾家赶尽杀绝 幽鬼们披散着鸾家独有的美丽银发 向他念着咒语 燕帝在驾崩前都为此烦恼不已 傍晚 巫妃来到水池边梳洗 原本的黑发竟变成了雪白的银发 没想到这幕却被另一头的皇帝撞见 原来巫妃是前朝皇族鸾家的后代 他逃也不回地跑回夜明宫 这是皇帝隔着一扇门 站在巫妃身后 把他忘记带走的梳洗用具放在门外 叮嘱他记得擦在身子免得受凉了 表示今晚他什么都没有看见 隔天 九九来到了夜明宫 看见与昨天打扮有所不同的巫妃 才知道巫妃根本不是什么宫女 九九吓到直呼娘娘饶命 巫妃找他来宫里是为了选他作为贴身侍女 巫妃一挑选侍女的名义 越来了女官名册 查到了班英女的侍女叫做苏红翘 选九九作为侍女 是因为巫妃不认识其他宫女 就在这时 九九躲在巫妃身后 另一头的人日常找他麻烦的宫女 从九九那里得知 那宫女经常与飞燕宫的官宦交换书信 听说是手藏书楼的某位侍女所托 来到新惠宫 这里是后宫的流放之地 听说班英女的侍女就在此地 这世纪名溃沃的男人围住两人 无非凭空变出了母带 用法术干扰那群人 本想趁乱逃跑 结果九九被一名男人拉住 危急之时 有人出来相救 还有一个脸上带巴的男人出来解围 代巴的男人名叫温盈 是宦官卫青 名他担任无非的护卫 他认为这群人是皇太后的手下 2010搭救的人离开了现场 看来不是卫青的手下 无非上前关心九九的情况 想让受到惊吓的九九先回夜明宫 但是他觉得无非刚刚都舍身相救自己 所以坚持要陪在无非身边 他们来到苏洪峭的住处 想问他关于耳环的事情 没想到他的舌头被割掉 所以无法说话 无非只好把他带回夜明宫 晚上皇帝前来询问关于耳环的事情 无非指出耳环似乎是半英女之物 由于他下毒杀害三之妃 最后被赐予白灵上吊而死 无非现在正要进屋询问知情的侍女 原来侍女一直装作不是字 如果被发现她识字 自己会被皇太后杀害 原来真正杀害三之妃的人正是皇太后 因为三之妃怀有身孕 她的父亲虽为重臣 但并非皇太后的派系 所以皇太后收买了半英女的贴身侍女 命他把狼毒藏在柜子里 原来半英女是被人陷害 蒙受了杀害三之妃的不白之冤 而肃虹乔目睹了一切 但是他只能乖乖听命 因为他遭人威胁 若是不从家人们的性命将会不保 他只能对自己的主子见死不救 后来皇太后把半英女的贴身侍女灭口 由于他只是个普通的侍女 杀了难免野人耳目 才割了他的舌头 让他无法说话 基本上已经确定 耳环上的幽鬼是半英女了 从侍女口中得知半英女 像当宝贵这枚耳环 听闻另外一枚在家乡的未婚夫手上 不过有一天 半英女不知为何送给了某人 这是门外的皇帝走进来 为侍女是否知道当年 杀害半英女的皇冠是何人 而此人正是服侍皇太后的皇冠顾玄 还得知半英女的未婚夫名叫郭浩 隔天皇帝他们来到洪桃院 原来郭浩在此处担任教书郎 无非他们一眼就认出 是昨天出手相救的人 当时他潜入后宫 是想找半英女的侍女 查明当年的事情 他不认为半英女会下毒 他和半英女自由就定了亲 然而有一天他被选入宫 从此两人就不再允许相见 半英女在入宫的前一个晚上 把耳尸给了他 希望不要忘记自己 后来郭浩进宫后 却不小心搞丢了 无非拿出那枚耳环还给他 告诉他半英女其实是被杀害的 现在灵魂征服在耳环上 郭浩希望能见上半英女一面 这是无非施展法术 显现了半英女的灵体 郭浩看着曾经的未婚妻 难过不已 这是皇帝拿出了另一枚耳环 当年他母亲下葬的时候 在后宫遇见了半英女 他问起耳环的事情 半英女说 另一枚送给了他所珍视的人 当时他的母亲 才刚离开人世 出于孩童的嫉妒之心 并跟半英女 要走了那枚耳环 但是当他拿走耳尸后 便后悔了 他一直想找机会 还给半英女 最后耳环凑成了一对 有鬼也变回了再次的模样 他看见曾经的未婚夫 成为了最后的救赎 离开人间去了极乐世界 事情落幕后 郭浩感谢皇帝和乌飞的帮忙 还禀报了 当他在潜入后宫的时候 偶然间在藏书楼 探听到某个太监和宫女的谈话 他们似乎在密谋下毒 杀害陛下 说到藏书楼 时常找九九麻烦的宫女 就是从那里过来的 九九听说 她是受心事委托 常帮忙与某个宫官互通书信 心事曾经是皇太后的侍女 皇帝认为 她交给宫官之物 绝非普通的书信 下令搜查非燕宫 被抓到宫官招供 心事要她把毒药藏起来 拟定暗杀皇帝计划的人 主谋就是皇太后的宫官 顾玄 这个毒药 与毒杀皇帝生奴的是同一款 这下皇太后最正确凿 最后斩首除局 傍晚 皇帝来找乌飞 为了报答乌飞这几日的帮忙 给她一包白色的布袋 结果里面装的是红枣干 乌飞疑惑 这是在打赏孩童吗 这时皇帝坐下 说一开始来到夜明宫 就觉得屋内香气很重 原来是在掩盖染发料的味道 乌飞不懂为何皇上要放过她 皇帝表示揭露乌飞的真面目 对她没什么好处 问乌飞会恨自己的父王或是祖父吗 乌飞觉得若要恨 她刚恨自己对娘亲见死不救 当年在酒楼工作 边抚养她的母亲 为她染上了黑色的头发 告诉她这是受到祝福的发色 突然朝廷的人闯入酒楼要抓他们 两人在逃亡的路上 母亲让她躲起来 而自己却被朝廷的人残害 最后还被斩首失重 这时皇帝给了她一条金色的鱼星吊饰 作为约定信物 巴士自己绝不会杀她 并把自己母亲的遭遇告诉了乌飞 她认为任何事 都不该作为理由夺人性命 乌飞疑惑皇帝是不是谁昏头了 她摸着乌飞的脸颊 说自己在池边看到乌飞的时候 从未见过如此美貌之人 还以为见到了女神 结果皇帝因为一直忙于国事 太累直接倒头就睡 乌飞吹起母的花瓣 祝她有个好梦 那么这集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 掌握最新故事进展 那么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